黄修俊 从小就展现惊人的音乐天赋 在歌坛上有罗大佑接班人之称 继续他从1988年出道至今 参与制作过的大牌不及其数 在音乐界交出漂亮成绩单 感情世界却始终空白 然而他的等待没有白费 然在百年遇见了生命中的梦想女孩 宣布结婚 闪婚已是近期娱乐圈的关键字 到底是谁愿意让音乐才子 结束他单身训言呢 我现在听了这首歌 是黄书俊先生在91年的时候 他就写下来的 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歌词 自己唱的自己编曲 他说他何德何能 会遇上这样的一个女子 非常的美丽啊 善良 聪明而简单 深情而倔强 我何德何能 老天会赐给我这么样的好女人 我何德何能 这件事情在2010年发生了 91年到10年 这个女孩子怎么会出现了呢 还有怎么会遇到她呢 那又怎么三个月就可以定终身呢 我们要请她们来自己告诉我们 黄书俊 黄千佳 还有黄泰泰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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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ia 她的名字叫做张清芳 不是张清芳 差一个字 差一个字 今年几岁 今年 我刚刚22 她嫁给我的时候才21岁 最近才变成22岁 我的天啊 还在念书嘛 对不对 还在念书 还在念书 念的是医学吗 医学的研究所 所以你将来要当医生吗 我希望如此 她希望如此 书靖 何德何能 何德何能 对不对 我昨天听这首歌词 我觉得太像了 你好像 那个时候就知道 你会遇到Sophia的感觉 所以大家问我 就说 为什么是她 我就说 她就是我 梦中的女孩 因为我之前 写的那个歌的时候 其实是那个时候 自己自认为说 理想的对象 应该是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当时写了之后 就一直到线 这个歌词太棒了 你看 是老天赐给我 这么样的好女人 我何德何能 但最重要的是 阿美老师 她有一些歌词 你看 我心四海 她却像个小孩 悠游喜去浅滩 不知山海的可怕 那时候我也是个小孩 那时候我最小 我自己乱写 我想 她永远不懂我的副长 所以在她的面前 我也跟着简单起了 自己写得很好 那时候我写的时候 也才25岁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在装大人 就假装说想像出大人的口气 可是你现在真的是一个复杂 相对于她来讲 深海 相对于她来讲 当然是因为 但是也因为她的简单 所以你就跟得简单 简单的起來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从对视她到现在 从生活上开始 简单到不行 因为她 永远不知道我有多复杂 因为不知道你的复杂 所以在她的身边 我就跟着乖起来 乖 乖起来 真的喔 乖不乖 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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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得很好 她就像一条清澈 蜿蜿的河 任性的流过了我的一心 轻轻洗去了我的深沉 静静陪我度过了多少后 这首歌拿回来 这好像是一个预言 对 其实我常常不只是这首 我自己常会都听我当时写的歌 你写的歌很多都是罵女人 我不是罵女人 不是罵女人 而是对女生有一点点抱怨 有一点点 对不对 酸葡萄 心里面一直想说 我希望得到怎么样的女生 她以为她很美丽 对对对 她一直得不到 一直没有出现 所以心里就有点不太平衡 我现在很平衡 我现在超平衡 我现在我的世界是非常平衡 对 但是很多其他男人很不平衡 她何德何能 不过的确在现在来讲 这么一个21岁 你认识她21岁 这么美丽啊 善良 聪明而简单 你怎么敢追啊 其实我跟她的状况 我们现在常常聊起来就是说 别人都觉得我们很快 但是我们两个之间觉得我们很自然 都觉得好像很久了 我们在一起 就从认识交往到知道要在一起 那时间非常的短 但是很快就没有问题 一边听这个音乐想到 你写这首歌的时候才25岁 那她才几岁啊 而且你知道我们常常在家里 常常在聊的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常常聊说 比如说我写这首歌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我是90年 写91年发表 90年的时候 她才一岁 91年的时候她才两岁 所以我第一次到 这首歌我是在洛杉矶录音的 那是91年去录音 91年的时候她才两岁 你在洛杉矶 她那时候也在洛杉矶啊 对 她就是89年出生 所以她就在洛杉矶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聊说 Oh my God 她投胎前可能 有来看一下有个男人 我们常常想说 她也会问我说 那你那时候如果在洛杉矶的路上 看到一个两岁的小女孩 你会知道说 这个以后是我老婆 你敢不敢去跟她讲这句话 我们常常也会聊这些事情 如果那个时候走在街上人家说 这个小女孩以后可能可以 成为你老婆 你一定会 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是不是 真的 哭声太大 所以Sofia 你也没有想到对不对 没有想到 你以前认识黄书俊吗 没关系 妳可以讲实话 没有关系 实话是不太清楚这个人 真的不太清楚 知道她是评审 只知道她是评审 所以 我觉得Sofia是16岁的时候 想要参加 她是 你那时候是 06年 06年 她06年有参加一个 妙龄小姐的选妹 那时候是16岁 17了 17岁 17岁 原来17岁 你有当评审没有 没有 我完全不知道 后来是到福州去参加 对 我们去年的时候 在福州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比赛 总共有七个国家跟地区 一起参赛 它是代表美国赛区 你唱什么歌 那是一个叫做全球闽南创作与歌唱大战 他唱米南歌 他唱米南歌 對 台语歌 你唱什么 江蕙的好蝦 好蝦 你的 想得都有点好蝦 好 所以那次评审就是你 對不對 他上来唱歌的时候 你在下面打分数的时候 你打的是什么分数 那次其实是很好玩 他上来演唱 然后演唱的过程中 因为乐队老师打的节奏 跟他彩排的时候不一样 所以他唱到一半就 就吐嘴了 然后吐嘴之后 他后来跟我讲 他脑袋就一片空白 所以他那次的演出是有点失常 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那时候三个评审 刚好每个人要轮着 只能有一个评审点评 那刚好轮到我 那我就点评了他 那就点评点评 其实当时我在点评的时候 因为距离有点远 我也看不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子 但我只记得人家跟我讲说 有一个美国赛区的代表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们跟我讲说 非常有礼貌 他说有一个小女生非常有礼貌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在讲说 有个女生好漂亮 好辣 唱得很好 怎么样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有人跟我讲说 他是那个主持人 他说有一个美国赛区的代表 一个小女生非常有礼貌 那我就对这个有礼貌很有印象 那点评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就是他 那你点评的时候又喜欢他吗 没有 其实那个时候 真的距离有点远 点评完我完全就不清楚他的长相 我只知道说就是这个人 因为我点评的时候我的习惯是 我几乎都不看选手 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我就戴耳机 然后我头都是撤着 这多年来都是这样 我就这样撤着听 听完之后耳机放下来就开始讲话 那也没有很清楚他 就看不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子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在他 所以我这在研究是你故意不让他晋级还是 后来很多人都这么讲 那的确我们 比如我 就这么多年担任评审 有一个铁律 就是一个纪律 就是绝对不跟还在比赛中的参赛者 有任何的接触 对 这是 真的吗 真的